前总统府资政林阳岗先生因为长阻塞三个星期前 住进了国军台中总医院的家户病房 昨天晚上10点50分 他的状况不乐观 家属放弃侵入性的治疗 深夜接回家 最后在家中辞世 享受86岁 随后慈祭人也抵达林阳岗的家里头进行助孽 送他最后一程 说到林阳岗先生从政 个人色彩鲜明 亲和力十足 他的独特口音以及笑容 几乎成为他的招牌 他在担任台北市长时 坚持兴建翡翠水库 晚年回归简朴生活 如今大家只能够怀念他在世时的点点滴滴 林阳岗辞世的消息一传出 大批媒体就守候在他社区住家门口 不过家属谢绝访客 而慈祭之工则是在林阳岗往生后 随即前往住宁 送他人生最后一程 带着全球慈祭人的祝福 来到了我们林阳岗大德的商宅 那我们就抱着虔诚感恩的心祝福他 十几年前 淡树政坛的林阳岗长期住在台中大坑 身居检出 社区路碑的圆村两个字 就是出自于他的手 个性低调的林阳岗在担任国家公务员时 一项婉拒参加开业剪彩以及动土仪式 不过却有两次例外 1984年4月花莲慈苑的动土典礼 当时的内政部长林阳岗亲自参加 因为在他担任省主席任内就积极协助慈祭取得建院用地 而第二次破例就是1988年12月 主持慈祭台北分会静思堂的动土典礼 林阳岗表示 慈祭人为了弘扬佛陀慈悲精神无私奉献 这份大爱着实令他感动 正言上人是他心目中的老师 所以不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 慈祭精神都是他学习楷模 我相信在国会主席委员 继续努力一个未来 苏待志愿一定会蓬庭万里 带着亲切的台湾国语 人称阿港伯的林阳岗 虽然已经离开人世 不过他对慈祭的贡献 却永远存在慈祭人心中 大新闻 萧氏庭万光辉 台中报道 大新闻